今天來介紹這個模式喔 他就是固定在這個地方 然後你要一直擊殺 每一批的怪物 那一批打完之後會給你一些時間 那我目前因為我已經很認真玩了 我只能到12層 就打不上去了 因為12層的怪物 12到13層的怪物 血太厚然後傷害太高 所以我還特別帶了一個補師 然後因為血太厚所以打著打著你時間就到了 就會結束 那一天估計大概是在300分 那如果你比較新手 你沒辦法打到300分你可能也是有200多分左右 然後分數會累加 像這樣子一隻魔王幹掉之後呢 他這邊的怪物會進入 下一層 下一輪啦應該講下一輪比較適合一點 他等一下怪物會再重生 然後每天大概要花 15分鐘左右去打這個東西 算蠻花時間的一個任務 然後可以無限的挑戰 也可以隨時離開 但是離開你要從第一輪開始打 所以通常是不划算 那進來的時候呢會有兩個武器讓你選 這兩個把武器算是比較冷門的武器 那因為我斧頭比較強 所以我 我就選了斧頭 然後就再也沒辦法選另一把武器 而且這是指定武器喔 你想要換 你想要換你的頂尖武器來打你也沒辦法打 那以目前來看就是只能斧頭或這一個斧攻的雙劍 那他要講他那個時間在右下那裡 1月30號可能就結束了END嘛 那再來他的獎勵在 不是在獎勵 獎勵在右下然後說明在左下 剛剛講錯 他獎勵在右下這裡有一個獎勵 你看這裡 那我們 選擇了這個我打第二天所以有600多分 那你可以一路這樣領上 那我明天呢應該會再打300分 所以會到1080這裡 可以得到第一個武器 那總計呢就是可以得到 應該得到兩個 沒有意外這個應該是武器才對 然後他可以一直挑戰 每一輪大概要花15分鐘 剛剛有講過 所以這個東西你就不用擔心說 然後你一天只拿到了 300分 其實300分已經OK了 你就說300個擊殺已經可以 那你隨著7天 7321 算一下 其實就會到了 每天只要有300分 7321 就會得到 2100分 那這個就是他的新模式 那從左下這裡進來 在最左邊的最下面這裡 點進去就可以了 那你們如果昨天沒有挑戰到了 趕快喔 不然你每一天 你就損失了 如果多天沒有挑戰的話 等於最後就 積不到2100 不過我覺得2100應該大家都得得到了 所以沒有那麼難喔